欢迎收看小高 全红蝉已经归队训练 期间接受央视采访 回忆了巴黎奥运会征程 依然对自己不满意 全红蝉也再次展现出了幽默搞笑的一面 对着央视镜头喊话樊振东 只问樊振东为何还不请他吃叉烧肉 现在开始训练了 不能吃了 而陈若林表示 全红蝉即将进入叛逆期 接下来不能太严厉 要哄着他了 作为中国体坛最年轻的奥运三金王得主 全红蝉哪怕在巴黎奥运会拿到两枚金牌 依然对自己不满意 因为全红蝉会对比巴黎和东京 不管是水花 空中姿态都不如东京时跳得好 所以这也是全红蝉继续前进的动力 他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经过巴黎奥运周期的磨练 全红蝉说自己已经误了 不需要在乎别人的说法 赢就赢了 输就输了 作为队内的开心果 全红蝉接受采访时也不忘搞笑 开始训练就要减肥了 这个时候就会后悔 为何之前没有多吃一点 借此机会 全红蝉喊话樊振东 东哥怎么还不请我吃叉烧肉 现在都吃不了了 没错 一旦恢复训练 全红蝉就要减肥 控制体重 饮食方面非常严格 对于还是小孩子的全红蝉来说 太不容易了 进入新一个奥运周期 陈若霖依然是全红蝉的主管教练 在陈若霖看来 全红蝉大约需要一到两个月来 恢复正常状态 而要恢复到巅峰状态 起码需要半年 陈若霖和全红蝉都知道 现在要减肥了 进行弹网训练时 全红蝉直言自己都跳不起来了 而陈若霖则用调侃的口吻表示 腿上的肉都松了 这对师徒在训练中一丝不苟 陈若霖依然不会放松 对全红蝉的要求 但自己的训练方式可能要调整了 陈若霖表示 全红蝉马上又要进入叛逆期了 可能以前比较严格 如今在训练中可能要哄着全红蝉了 陈若霖是奥运会五金王 拥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他可以按照自己走过的路去调教全红蝉 会少走很多弯路 所以说全红蝉在事业上升期牵手陈若霖 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在度过身体发育期的过程中 陈若霖也是功不可没 全红蝉还有清醒的认识 自己早晚还会输 而且也会被更年轻的选手超越 但自己会坦然接受这一切 代表国家出去参赛的 一定是最强的选手 知识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只是如今的全红蝉依然动力十足 依然可以提升自我 超越自我 在新一个奥运周期 全红蝉会刻苦训练 争取再次攀登高峰